记者黄良杰高雄报道,高雄市警局宝大特警于汉谦,施建安进身枪战射险,逮获三名持枪重犯,其中击毙狠小派子程其安进而破获庞大军火,市警局提报两名特警破格升职,警镇署长陈嘉青今特地南下表扬两人,强调破格升职个人绝对支持。 陈嘉青表示,乐剑冒险患难的两名特警或高市警局提报破格升职,因破格升职必须由委员会审查,并以公正客观的评审,只要符合要件,当然会给予破格升职的奖励,他也公开表示我各知绝对支持。 听完两名特警描述当时枪战过程,陈嘉青说,考量让两位建工的特警多休息,多陪家人,金武特地南下未免表扬,特警也向参议过大小枪战的偶像署长索取签名祝福间,陈嘉青且下为市民守护立大功,为警征荣誉,引以为荣。 陈嘉青表示,两位特警的警觉性判断力令人敬佩,在生死一瞬间,能马上做出判断,一方面保护自己,一方面排除嫌犯持枪攻击,还要防止嫌犯逃窜,危害卖场民众,刹那间做这么多的处置,而且很顺利排除危害,解除危机,令人感到敬佩。 高雄市夜晚绝对是平安的,感谢警察们平日贡献,努力捍卫港租的治安。